那麼多人去毀這個樹林 為什麼搞到要放火呢 要找出那個所謂深層次矛盾 那個深層次矛盾 其實就是因為現在 譬如先進國家 譬如他們需要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要利用這個雨林 產了之後 變了一些地之後 可以種出一些東西 或者搞個草地出來養一些牛來出口 跟這些大量出口去外地的東西有關的 那麼所以呢 實際上那個禍根 你可以說是那些發達的西方國家來的 所以他們隨便給這幾元 我不覺得可以贖罪的 真正住在樹林 在這個熱帶雨林裡面的人 那是他們的家 沒有人是會願意打爛家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因為這句說話說出來 但是那個都不合理的 那麼其實他們現在要為雨林 要搞的所謂經濟 是只是要來幫那些住城市的人 那這裏才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公義 就算賺到些錢出來 結果不是去了那些城市裡面 或者那些比較壟斷性的 畜牧業的大公司 他們賺錢的 對於整個巴西的普通人來說 說不到有什麼大好處 是 這次也有些報道說 起碼400年才可以復原得到 那麼遠在香港的我們其實 日常生活之中可以做些什麼去保護他們 是的 可能你在報紙也看到 或者在網上看到 原來發現 巴西出口的牛肉 根據數據 最有24%原來是來了香港的 即是說 在巴西為了出口牛肉 而開狠那些田 頂爛那些樹林開狠的田 原來差不多四分一 要計到香港人的頭上的 我第一次看這個數據 都嚇了一跳 某個意義上來說 現在那些火竹 四分一要入我們數 我覺得香港人有一個 度而上好像 有些很大的責任 不過網上有些朋友就說 沒有可能香港700萬人 怎能吃到那麼多牛肉 是的 數字 為何會超越中國內地 那麼誇張的呢 其實就是這樣 因爲中國內地自己會養牛 哈哈哈 是 他不用入口那麼多 人家會自己養牛 不用入口那麼多 我們要自己香港沒有養牛 才會入口多些 所以其實是解得通的 又有些網民就罵我 說你傻的 說運來香港 其實走私回內地的 他們的根據 就整個2015年的新聞 但是其實呢 原來去到2017年 就中國已經 准美國的牛肉入口 因爲之前不准的 所以就有走私 但是都准了美國的牛肉入口 就結果其實那個走私已經下降了 接著在2018年 牛肉走私原來曾經試過嚴厲打擊的 所以這個 說香港入口的牛肉走去內地 這句話不成立的 就算我們當它差不多 一半香港牛肉 就是不知道去了哪裏 不是吃了肚子 那麼 其實我們香港 都仍然會佔巴西 出口牛肉的十分之一的 真的很多的 不是開玩笑 而且其實應該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但是製造牛肉的過程呢 從頭到尾呢 是浪費很多能源 還有由巴西運到我們香港呢 中間那些冷藏啊 運輸呢 都用不少能量的 所以去那麼遠 買些牛肉回來吃呢 其實是會製造很多不妥的 我覺得我的數字就算好了了 網民的質疑呢 應該是不成立的 那麼香港呢 就真的沒有法子了 提醒自己 你吃少點牛肉 那很多人說 我不知道牛肉在哪裏 但是呢 你總的吃少點牛肉 那一定會有些幫助的